第四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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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Pathom快速编达入口中的第七个要求 输入初中的Print语句 当然这里还需要再次强调对Pathom2来讲和Pathom3 Pathom3 他们彼此之间Print是不坚容的 Pathom3都用到的是Print函数 而Pathom2用的是Print语句 Print语句的使用格 哦,我们只介绍Pathom2的使用方式 而且Pathom2的使用方式 简单两个大的格式就是Print 加上字串 加上我们格式化符号1 格式化符号2 等等等 B 而后使用这里 版封号 跟前面这个Print语句的格式块隔开 版封号面如果这里如果有多个项目的话 用括号括起来 用来表示每一个变量 二者要对应起来 变量1 则由Format1来表示 变量2的数据则格式化成 Format2的这种指定格式来显示 这样能理解吗 好的 那么我们常用的格式化符号有这样几种 给我先看一下 这些我们在其他语言中也都说过 来Pathom看一看 比如说D或者I 则表示显示为实进制整数或者长整数 OK 早期的Pathom 在定义一个整数时 可以以后面加一个L 大数的L 这表示显示为长整数的格式 现在无需这样几乎做 另外U表示显示为无符号整数或长整数 O8进制 X16进制 大X也是16进制 但是那个对应的字母要写为大写的 它二者之间有这么个区别 好 那我们试一下 比如 比如说 我们要定义一个数值 A B C 或者Number 等于7.9 此时我们要把这个数值给它显示出来 各位看 要显示符点数 什么是呢 F 什么是F这种格式 那我们使用百分号F 就那么只变为符点数 那如何让它显示呢 我来试一下 直接Printed 那比如说 The float 这个符点数 或者Number E's Number E's 后面加上百分号F OK 后面 百分号给它看你的变量Number 那些显示 看到了 7.9 00000 这是有它的默认合适的 如果我们让它显示为百分号D 你看它的效果 则显示为7 明白 所以你原来的变量值是什么 跟我们显示结果是什么 位率光级的一样 但显示为什么 则由格式符进行指定 这样可以理解吧 而我们显示数值可以显示两个 如果有多个的话 我们把后面的数值表现为一个圆组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 那我们再定义数值 Number 2 等于 假如说 9.13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数都显示出来 说Number is OK Number is Number's R 百分号D 和And 百分号F 一个显示为整数 一个显示复显数 够成功 那我们使用百分号 扩好扩起来 另外有两个变量 注意这里的变量已经有大家发现了 我们该是要不一样 不省道的符 对不对 仍然省 并仍然一样 这是Number和Number 2 OK 用复好扩起来 则显示为 它说是7和9.1300 能看见这个意思吧 所以如果说 对应有两个格式符 那么后续就要有两个数值 可以填充在这个位置 进行显示的 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说 Number 2 直接替换成3.1 你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对应的数据 可以是从变量中引用的 也可以是直接数 你改一个数值 来进行定义显示 也成 这个数叫格式化符号 而且它显示 大家发现了 这就是叫做格式化输出的原因 因为显示成什么样子 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的 那对于符点数来讲 我们还有改方小写的e 大写的e和什么区别 如果第一个 我们把它改为e效果 有看到吗 7.9 000 e加000 这边是 e的多少 这指次方显示 比较科学技术吧 显示的对不对 好的 这就是e 符点数显示的格式 那么大写e也是 符点数显示的格式 整个显示为 大写的e 小写g和g 则指数小于-4 或更高精度时 才使用百分E 否则它使用 百分Rf 所以这是一种自动化的 与科学技术法相关的方式 如果说指数小于-4 或更高精度时 才使用科学技术法来表示 否则则使用正常的符点数 标示法来显示 容易理解吧 s 字符串或任意对象 格式化时使用str 将它们通通转化成字符串来显示 叫百分Rf 比如 name 等于我们此前一直在使用 Jerry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显示说名称是什么 那就print the name is 这里使用百分Rf s 我们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s ok 替换成后面所指令的字串本身 比如我显示为name the name is Jerry 如果name本身变量中所保存的不是字串 比如我显示反方number 我前面number等于7.9对吗 它会把7.9转换成字串并显示 所以它可能仍然展示了7.9 但它没有转成7.9.0 0.0 什么之类的高级V 所以此时已经不是数值 而是一个字串 它是使用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所谓叫数据类型的转换过程 数据类型在pass中是需要转换的 尤其是我使用两种不坚弱的类型进行互相操作时 需要转换 结果有些转换是隐式的 转换有隐式和显示之分 我们自己也可以使用显示的方式来定义 比如等来是一个数值 我们非要把它转换成字串也可以 比如像number等于7.9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 number3 或者我们一个变量3 假如要test3 等于 我们使用str 明确说明内置的函数叫str 加上number 就把number这个变量值转换成字串 并复制给test 我们使用type test3 可以查看test3的类型 对不对 是不是str 但我们看number自己的类型一定是flow的类型 是道理的 这个过程就是显示转换的过程 大家注意 我们自己手动的明确的定义 它要去转换的 这就叫数据类型转换 还是那一块 我们此处只是略有一个问题 当然对于类型转换 它没有更复杂的地方 任何一种类型都有些内置的表示方式 想获取类型的表示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命令 使用 想知道内置有多少种类型 我们使用dr dir build ins 是这样子 哦呦 哇 那就下下线 buildins 前后下下线 不要看 buildins 是我们passen 启动式 自己直接导入的一个叫内建模画 buildins 而在buildins 当中 它可能会显示了我们看 这里常用的内置的函数和它的属性 内置函数 其中像刚才我们用到的str 这里会有显示吗 看到了吧 str 另外整形显然应该是integer 或者简单为int的对不对 那这是列表 叫list 所以这些含内置的工具 都可以直接使用 无需指定模画名称 就能够直接用的 则是由内建模画直接提供 这个内建模画名称就叫做buildins 是用dir 可以获取其帮助的 如果想明确知道某一个工具的使用方式 详细使用 可以使用help 要让我们help一下str 他们告诉我们str 是什么用的 看到吗 使用help加内置的这么个 内置模块中内置的函数 或者命令 或者语句什么之类的 来获取其帮助 就使用help 直接加上关键字即可 这就显示了str 这个所谓builtin 这里没有显示s builtins和builtin 他们虽然并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不加注意的使用他们 那对str这个类来讲 我们可以使用格式 str加上括号 里面指定的一个串 可以把指定的对象转成字串的 return next screen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这有详细说明 那另外 每一种字串都有很多内建的方法 还有内建属性 比如说我们把字串中的数值 做切割 成长大写等等 这跟我们的数据本身没关系 而是跟什么 类有关系 我们说过的 大家记得吧 每一个类都包含到其数据 就是它对象中的数据 以及施加在这些数据上的操作 记不记得 好 而这里所能看到的这些 都是叫类的什么 方法 内建的方法 那因此对于任何字牌来讲 都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些方法 现在那些有个印象就行 后面我们会对他们做详细说明 当然我们不会讲每一个方法 但事实上 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定义这些方法的调用 你比如说 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名 name等于tomb 然后不是name点 那是upper 它内部有这样一个方法 就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变量中的所有字符 统统在转成大写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是施加在你所指定的这个字串上的操作 看懂了吗 任何一类 对于pecent而言 一切其对象 而每一个对象 显然都应该属于某一个类的 而类只要的方法 那就可以对准是对象施加 属于类的方法 这样可以理解后 那么一个类所能够接受的操作方法 就决定了这个类所实力化 出来的所有对象所支持的操作 或者叫运算都可以 先用一下就这样 这是所有类型转换的 那再看 C则表示显示什么 单个字符 而百分号则是 自灭量 所谓自灭量的意思就是显示百分号本身的 这要 理解的意思吧 它表现的是什么 就显示为什么 所以就叫做 自灭量 OK 这是格式化的输入输出 当然 这只是最简单应用了 再往看 真正对format实现其格式化输出时 我们要使用格式是这样子的 使用百分号加个类型 叫输出类型 这叫类输出类型 明白说 而在类型之间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么多符号 来做限定 那这些限定是什么 那第一个 第一个 将表示位于括号中的一个属于后面字典的件名 我们现在没学字典 所以内部词出现不加说明 字典可以先不管它 那flags之上呢 叫标志位 减号表示左对齐 默认是右对齐 所以加上减号 整个数值就会左对齐了 如果使用加号 则表示包含数字符号 正数会显示为正号 像刚才这里 我们在图认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 如果写的百分之后 加一 大家看 它显示为正7.90 这表示显示数值符号的 如果我们后面显示-3.1 你懂的 它应该显示为-3.10 注意 这里仍然是加号 我们如果让它再符号 如果其实不再符号 它也会显示 如果是负数 但正数不会显示 比方这里 这里如果不再符号 这个也许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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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数会有符号 但正数不显示符号 这能理解吧 所以如果都带上加号的话 注意不是负数也显示为加了 而是大家都带上数值符号 这样能够解封 无论是正数或负数 都带上数值符号 这就是加号了1 这个标准位 0则表示用0填充 各位看到了本来就是0填充 对不对 对指定宽度之外 用0填充 减号表示左对齐 再说一遍 好 再下号位子 用一个指定最小宽度的数字 这表示我们显示字符时 用多大的宽度来显示它 比如像这里 我们使用10F OK 你看这里多了一个空格 或者使用12F 你可能显示 或者用20F 可能效果更明显 20F 看到了吗 墨是右对齐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这里带上简号 则 OK 则左对齐 显示左边又右 墨是精度就是多位 对不对 OK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0 20F 0 看可不可以 当然填不上去了 因为摆在精度就是多位 对吧 而且已经填充了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加 好 这就是所谓的 这就是所谓的 指定宽度的 注意这是总宽度 从这开始 液到这儿为止 一共是20个字符的宽度 这叫宽度 点precession 这个指定什么 点precession 后面根precession 则指定了 精度的 把这整个的 我们指定精度 就是小数点后面 显示多少位 所以点号 隔开的就指定 这整个宽度中 用于小数点后面的是多少位 所以比如说 这20位当中 假如说 在小数点后面用10位 那也就是整数部分10位 也是10位 OK 看到了吗 这是小数点后面是10位 如果说你让小数点后面用20位 要15位的话 看效果 整个方向就填0 而整数部分只有整体宽度是20 这样可以理解吗 整体宽度是20 而小数点精度 小数部分要占15位 那因此剩下只有5位了 这样可以理解吗 OK 那因此你的小数部分精度有多大 填充的0就有多少个 默认 大概看是8位精度都不记得是吧 OK 所以这是这个字符 叫precession 这应该容易理解 这里name 其实还是跟我们字典有关系 因为这里我们看一个例子 先怎么看一下什么叫字典 字典的第一个很简单 跟我们列表或者语言组很相似 整合成是什么 花和号 我们使用d 叫dit Dictionary 叫字典 D 那其中前面是 键 这是指 能力要不出意思吧 这叫键 其实说到来的字典是什么 字典就是键直对 键直对的集合 这个怎么能理解了吧 就是KV集合 KV集合 比如说 我们第一个 KV彼此间分割式的时候 冒号合开的 K 变成A 我们第一个数据 A 这是键 值 假如是 31 逗号隔开 B 键 值 78 那因此我们这个就要是字典 字典内部包含了两个键值 这也配合 这也配合 而字典也是可变 对象 各位追这点 好 我们要引用31 这个元素怎么办 要引用 它的下键就是A 而不是 它们又顺序 这样配比一吗 我们今天是使用键 来引用其对应的值的 比如 隔开 第一 等于 花口号 就刚刚定的A为31 隔开 第二个元素 B为66 等等 无所谓 回车 那很显然我们要引用A这个元素 怎么办 就是第一 OK A 直接写A 行不行这样写 OK 要用一套 看 因为它里面这个元素 这个建设是什么 是个字符类型 能不明白 所以 我们要直接使用字符 来引用它 其实这个类型可以是任意类型 一般类型 当然除了其他复杂类型的类型 不要使用数值 A引用它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像 使用 这个所谓的列导 跟它使用 0个元素 是31 第一个元素 是66 能看到这一次吗 所以我说第一 0 OK 基本上是31 这数值 数值是必须在引号的 容易理解吧 好 这就叫建制度 所以建是黑字符 也可以是数值 好的 那当我们去显示字典中的元素时 这个link就有用了 简单了解一下 看这里我们定义这个字典 print 扳号 扣号 x 这叫什么意思 就显示这个字典中 它的键为x的内向值 这能够理解了吗 OK 所以这是引用一个字典值 常用的方式 像刚才这里 我们定义 我想引用第一 0中的31的值 而且让31显示为浮点数 那这怎么显示啊 printed 这样 they floated ease ease 板号是什么 括号 括号 括起来 0 这叫建的名称 能力言和的意思吗 建的名 因为我们的d 当数有两个数值 我想显示它是哪个建的对应的值 哪个元素的值 是元素0的值 这能力解号 所以我使用板号0 比较引号的名称 后面跟上一个 反正比较扰 认诺 人猪